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會和大家討論兩岸國際消息 第一單日,台灣總統府連續有人感染新冠肺炎 今天新增了六名確診病例 一位司機、一位工友、三位獻兵和一個國安會員工 他們的發言人說所有密切接觸者都做了快速檢測 陰性後就會先隔離 蔡英文、賴清德都是沒有跟他們接觸的情況 現在台灣的確診人數昨天已經有兩萬八宗 其實都頗嚴重 香港最近是幾宗? 都是幾萬 你忘記了 都是差不多 六七萬 好像單日就沒有六七萬那麼高 都是一到三萬左右 但是台灣人口多很多 所以台灣到了最後 我想在十天前,大家會說台灣爆發 現在爆發到總統府才是一個新聞 但其實這也是一個必然發生的事 現在問題是蔡英文會不會像其他總統一樣 或者都患上去 但我相信他的身體應該承擔得起的 但是台灣失控 台灣一直都認為自己是沒事的 結果到路就失控 跟香港一樣 跟香港、上海一樣 大家都覺得台灣、香港、上海是同一個地區 然後北京是另一個地區 北京是最高位的 如果再講,再更高位就是朝鮮 所以我相信會是能夠控制 我相信台灣控制不了 它會香港化 迅速地做到 用很短的速度做到群體免疫 然後就沒事了 所以我今天香港明日台灣就應驗了 沒錯 而同一時間,其實在美國 他們剛剛有個白宮記者協會的晚演 就是上週六舉行 在星期二當地時間 傳出有多名出席者確診新冠肺炎 包括美國之音的首席國家記者 美國廣播公司的首席華盛頓記者等等 而這個剛才說美國廣播公司首席華盛頓記者 他當晚曾經跟拜登握手 而拜登在台上演講 以及聽有個鞋子聲 就是落雅 演講的時候都沒有戴口罩 不知道拜登會不會中招了 那麼拜登也要做做警察 但是我想我們要用這個方式去想 美國應該是反彈了 他兩萬多再回到五萬多 就是再升了一倍 那麼現在 究竟群體感染之後 有沒有力去做其他 這個就是群體感染的迷思 就是群體免疫的迷思 就是究竟群體免疫之後 會不會再有示範 是的 你群體免疫之後再有示範 那等於群體免疫沒有用 你說清明你清不到你 但是群體免疫你有什麼 所以你是沒辦法能夠解決到這個問題 但是五萬多就不算嚴重了 美國要上到十萬以上 大家才會有些恐懼 但是總之兩萬多跳上五萬多 那畢竟台灣都兩萬多 美國五萬多就不是太恐怖了 是的 還有就是他們 就是看一下 因為現在還沒去到很嚴峻 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措施 就是大家都沒有所謂 很嚴重也沒有措施 因為很多人都說過 很多人都說最大的就是喉嚨痛 最大的喉嚨痛 但問題是你始終你 你會整個 整個社會是受到很大的困擾 還有很多人是無法上班 香港有些專家就說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了風吐病 其實跟那些感冒是類近的 現在這個問題是怎樣 控制到那種感冒的殺傷力 有些人死亡 但是其實大家做好這些事情都沒事的 但是你要做好多的前期工作 你才能夠放寬 是的 同一時間內地 這個河南鄭州 就在5月4日的凌晨開始 就封控一個星期 就有些影片拍到 有些人就抬了半隻豬回家 當然也有搶很多超市的糧食 他們的封控措施就分了 有封控區 還有一些管控區的做法 分控區的基本上就最嚴重出不了 同一時間 他們宣佈了之後 就全部衝進超市來搶東西 當然政府就呼籲 大家不用恐慌 不要聚集購物 當然沒有人理會他 而鄭州在今年3月以來 其實累計的新增已經有161宗 包括31宗確診降 和130宗無症狀的感染 其實有百多人已經開服出院 但是有多個傳播鏈 在上個月底就開始 但是鄭州 如果北京是50 鄭州161毫無疑問 鄭州都好像大約1000萬人頭 我不太肯定 但是鄭州是河南首富 所以一旦去禁 現在已經採用這些方法 所以我相信鄭州都會處理到 但是運生豬的問題就是 是半隻 我認為這個人可能是開餐廳的 我估計的話 所以他才會這樣 如果不是 不會這樣做 就是你叫你吃半隻豬都挺臭臭的 還有一些戰略食物之地 隔壁沒有 隔壁那個人原來是一個妙齡的少婦 有隻豬 有肉 很多人可以做到的 我想你不要太多線幻想 哦 看些人說的 是啊 但是你不要太多 那些人太多不必的線幻想 因為現在不是整個劇本 是 OK 好 那我們就看看國際消息 這個英國的泰吳時報 就引述烏克蘭的軍方消息人士 就說 俄羅斯的企圖在摩爾多瓦 就開闢新戰場 那將地圖就會彈出來 那摩爾多瓦就在烏克蘭的西南部 那他也在鄰近黑海 那他們就說 按照剛才的消息人士說 就有些跡象顯示 俄羅斯會突擊去打個位 那如果他佔命了的話 就會在西部反攻 到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城市 這個奧德薩 就會變成兩面夾攻 那這個摩爾多瓦 他的軍隊只有三千人左右 那些消息就說 俄羅斯可能會在衛國戰爭勝利日 就是5月9日 就入侵摩爾多瓦 那當時他的劇本 就可能是先承認 那個分離地區 就是因為都搞了很久了 分離主義 就是這個 涅斯特河源岸的地方獨立 然後基本上著重在烏東的頓巴斯的劇本 就是這樣 這個地區 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涅斯特河源岸 其實他人口大約50萬左右 主要是講俄羅斯話的 在蘇聯解體之後 他就獨立 這個地方92年的時候 俄軍曾經介入去支持分離主義分子 打過5個月之後就結束了 請回來說 因為摩爾多瓦是一個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就是最窮的前十多個 以窮來計算 所以打在這裡其實都很雞辣 但問題是 俄羅斯就想做一個 好像是所有俄羅斯裔的保護者 所以他就保護所有俄羅斯裔 只要受苦我們俄羅斯 就有責任去保護他 去解放你 就好像當年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的時候 美國是所有民主戰士的防守 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他的合法性就是來自俄羅斯裔 這裡有47萬人 摩爾多瓦只有260萬人 所以他實際上的戰略 但是因為他打奧德塞會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拿了摩爾多瓦 不過他如果只拿了這47萬人 很容易吸收 他就拿了整個摩爾多瓦 他只是想做一個大俄羅斯 所有俄羅斯人都在那裡的地區 可能想做一個大國 如果不是 但是現在又說他打摩爾多瓦 又會打芬蘭 他都很惆悵 一個窮國去打世界大戰 還有一些人說 好像現在在俄羅斯 有些將領密謀一些政變 如果他打芬蘭 就是世界大戰 因為他不夠打 所以如果一打芬蘭 他除了出日打就沒有其他可能性 但是出日打好像同歸於盡 是不是呢 如果俄羅斯都不存在 其他國家存在有什麼意見 這個是普京說的 沒有我說的 好 最後我們看到一宗 在歐盟5月4日公布了第六輪的俄羅斯制裁方案 包括提倡在半年內達至完全禁止進口於俄羅斯的原油 會交給成員國討論和通過 空牙利說 看不到這個方案 如何保證空牙利的能源安全 英國的媒體說 歐盟可能會對 對空牙利和斯諾弗克給予一些寬免權 去到2023年底 空牙利政府的消息就說 因為這兩件事 其實他們基本上的原油 其實都是超級依賴俄羅斯 所以其實他是沒有替代品的 再加上空牙利和斯諾弗克 他們沒有出海口去獲得其他的原油 所以其實是 如果他們沒有俄羅斯 基本上都不太加碟 情況是這樣的 情況就是 俄羅斯的原油 是 現在因為俄羅斯的空牙利比較小 是比較小的國家 他是好什麼東西的 所以 空牙利 空牙利一向都是屬於那個叫做 叫做 不太聽話 歐盟的離心分子 是的 所以 歐盟其實很難綁住這些人 沒錯 所以 我相信 俄羅斯就是 我相信 他是屬於第一個跳出來 是 空牙利之前 是跟中國合作都很密切 然後 開了什麼科興廠 是啊 其他人 只是空牙利擺明 其他人都 正正有調過頭進來 又混一些其他人的油 所以其實都是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 都是 被迫要撐的嗎 被迫要什麼 但是問題是 大家會說 國家利益而已 國家利益 為什麼要聽大維 美國說 所以大家都是好嗎 但實際上 每個人都正在投入 轉過頭進 所以 分別不大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是會成本低一點 是 成本低一點 如果這樣做的話 成本都會低一點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兩岸國際的時間 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住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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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 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acci kenneth 阿